古党及立委高金素梅在2009年 当时他率众闯入了日本的晋国神社 那么在今天呢 被日本警示厅以妨碍业务还有伤害罪 寒送东京地检署 不过高金素梅明确表示 他不接受传唤也不会去说明 2009年8月10号 立委高金素梅率领50名抗议人士 突然闯入东京晋国神社 日本警察当时企图阻挡 双方爆发肢体冲突 日本警示厅11号 以伤害妨碍业务 以及对礼拜所不尽等罪名 将高金起诉并寒送东京地检署 但高金认为 他不需要对日本法院说明 我不是日本人 我是台湾的原住民族 所以至于他们为了要起诉 如果呢要求我去说明 我想我会拒绝去说明的 但高金如果对日本警方置之不理 将来可能会被拒绝入境 如果日本政府因此而拒绝我入日本的国土的话 我想这会是全世界都会看的一个事件 日本政府如果再不道歉 我们每年都会来 高金苏美两年前闯入晋国神社后 曾信誓旦旦的表示 以后每年都会去晋国神社抗议 不过如果他被拒绝入境的话 以后这项诺言可能就无法兑现了 专门新闻 众活报道